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拿来做一个题目 这个涉及到奥恩斯坦的博士论文 其实这个博士论文我一直都不太留意的 因为我们就以为 基本上他读博士的时候就不是太出色的 他后来找到工作的时候 他才有一个突破性的发言 但是我再看那篇论文 其实是很有趣的 那篇论文发表的时间是1905年 跟他那一年其他四篇轰动全文理学界的论文 原来是不同的 我看上去似乎是流体力学 是不是流体力学 可以算是的 是啊 但是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说 他的博士论文的道士就说 你这个论文太短了 你可不可以抓一抓它 那他又怎样做呢 他加了一句下去 那接着他就递给那个论文的老师 那论文老师看完之后就说 OK了 够长了 就要再给他 就是多一个 就是这样的 就是是不是那么夸张呢 那这牽涉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但是呢 其实我想你也想说 就是近年的物理学界的论文呢 是不是很多都已经是变成一种 就是 就是根本就没什么創意了 就是大家都是卸做的呢 是啊 那我觉得一会我怎样都要讲一下 就是我们怎样看 爱因斯坦的博士论文的 就是我记得很久之前 讲Steven Hawking 我记得找一集都讲了 这个Steven Hawking的博士论文 就非常精彩了 其实就是 但是很有趣的 如果你看回越早之前那些大师的论文呢 那一个很简单的趋势就是 那个时候很多 我们认为很简单的东西 都不是那么简单的 很多我们已经已知 进了去货盘里面的公式 其实当时都没建立下来 但是就有这些人去做很多 就是很简单的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做一个我们都认为很简单的运算 跟着就写了一篇很短的论文 于是乎他就发表了 又成为了他那个博士论文 跟着就毕业 那其实就 就是这件事在以往是经常发生的 那我不会觉得说 这些这么简单的东西都可以这么大成就 那时候是没有的嘛 那时候是新的 那时候来说 但是有趣就是有趣 就是它和今天的标准 其实差很远 这样说 就是台长 就是我和台长不若而同 选一些类似的题目 来做科学回忆录的 台长他就传了这个 我和尼斯坦的当年 百多年前的博士论文的一个评论 来给我看 那其实我转下去 晚上看看里面那些东西 咦 哇 这些在我博士论文来说 只不过是 是我introduction 那个tractor的 头三个页的东西而已 很快的东西 我已经是要develop上去 已经深很多了 但是人家那时候是新发言师 没有东西说 但是又看回就是说 沃因斯坦写的这么简单的东西 编短的东西 但最后成就这么大 那当然他真的醒了很多 那然后呢 就是呢 都看回陈志宏自己的时候 到我写了一些 又长的 写了一堆东西 交完之后 我都被人嫌 写了一些东西不够长的 其实都 那是因为我真的是 资质有限 但是最后出来的东西 就是 就是我发觉 就是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当然我资质和我在斯坦 实际是差 就是我以光年计的远 另外就是说 很觉得就是今时今日 那种我们对学术的要求 和那种训练呢 其实呢 就有些事情就和以前很不同的 我就会很觉得就是 那种训练呢 都的而且就是有少少不合 就是追不上时代 所以呢 在今时今日 就算在讲《自然奇汗》 刚刚这个星期的一个评论呢 都讲了一句 都不是今天才讲的东西了 就是说呢 我们要反省一下就是 就是我们对于今时今日 那些叫做研究院里面 那些准备成为博士的人 那些人的那个训练呢 其实就很不够了 我们没有鼓励他 就是没有很有能力 这样鼓励到人去将 他的那个创意发挥出来之余 也都没有很有系统的 所以让他成为一个真的将来 能够继续投身 有更大的研究创建的一个人 所以就是说 就是大家都说就是说 这个博士的训练 这个研究 这个训练呢 就已经追不上时代了 就需要改革 但是他这篇论文 后来说其实他计错的 错就不是说很错 不过那些结果就差很远 那这里又可以说回 爱因斯坦自己本身做的论文那些东西了 那其实台长你就一直在看的时候 那我说一说 那其实他有一些问题是很简单的 他尝试评估一下 就是这些这样的 尤其是分子 大家也要提回 拉回陳志宏这个过往的经验来说 那我很记得我是去纽约大学 刚刚读博士一年班之前 他有个史来试试我 脱一下我们的水平有多高 而很不幸就是那次我被他脱一下之后 就让他知道我水平不高了 那其中有一个题目我记得的 就是什么呢 他就要你评估一下 如何合理地解释一下 绿化纳就是我们吃的盐 这个结晶体 它为什么会是这个密度 不是多不是少 为什么会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密度 他要我合理解释 那其实你要解释这个东西 你就要合理地解释 你看到里面那些纳尼紫和里面那些绿尼紫 它的合理距离是多少 因为它里面是绿化纳 那绿和纳远一点 最后的东西就大一点 那绿和纳远一点 那最后的盐的密度就会高一点 其实就是这样的 那我要合理解释一下里面那些分子之间的力量是怎样 然后就合理地评估到它最后应有的密度是多少 那其实爱因斯坦在他的博士论论 其实他就有讨论到这类的问题 然后他就去评估一下 就是说 一个叫做阿弗加州constant 就是说 我们叫做一个摩尔 这个数量单位的原子里面究竟有多少粒 那爱因斯坦曾经尝试给一个估计出来的 但是最后的那个数字 都是跟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差了一截的 就是6.02乘十几二三次这样 就是一个摩尔的原子里面 就是6.02乘十几二三次这么多粒 我们是讲的是高中化学已经读的这件事情 但是那天爱因斯坦尝试 去用他的方法去计算 去评估这个数字的时候也是错的 但是其实爱因斯坦在这个研究里面 他对于那种分子怎样扩散 在一个空间里面 怎样去做一个布朗运动 他乱来弹去呢 就是有他的一个心得在那裡 就是一些他那个扩散的方程 那条叫做热传堤方程 或者扩散方程 里面一些的 在一些独特情况里面的参数 为什麽它是这样呢 是很容易由爱因斯坦 去对于布朗运动的形式度 去推导出来的 那这个推导在我自己 我自己去做研究的时候 就已经是入门的时候 就要推到尹瓜难熟了 就要把爱因斯坦的东西做了 但是我当时当然知道 这个就不是 这个只不过是爱因斯坦 起家的时候 起朵的时候的东西 后来去最耍家的东西 就不是那些了 但是很有趣的 不小心在这里 做流体力学研究的时候 你都会碰到那些爱因斯坦的东西 其实我们最后看到就是说 在那一辈的人 他们的涉猎是可以很广泛 而且就是往往在很多里面 有一些很重要的创建在这里 所以是很了不起的 那篇论文不是太长的 其实大家如果以今天大学的程度 应该可以看得到的 不过就是奇怪的地方 或者惊奇的地方 1905年它 它随手这篇东西都是 是这样的 梳梳出来给李晶 而且它最大的成就不是这篇 1905年的时候 是E等于MC Square那篇论文那里 后来有光年效应 令它拿諾貝尔 光年效应也不是它最厉害的 1905年左右 是啊 但是 為什麼它不拿其它论文做PhD 拿这篇东西做PhD论文呢? 是这样讲的 就是这个就是 老师和他 就是当初带他去做的一个问题 和他自己有兴趣去做的问题 是两回事 就是 有这样讲 当时他就说要发表三篇论文 接着他发表了三篇的东西 其实那个范畴都挺不同的 一个就是电学 就是那些光年效应 一个就是那个的布朗运动 另一个也不太记得了 都是统计力学的 都是这样的东西 而且每一件事都不用做很长的 光年效应那条式 今天我们在高中的文理 一课书三四页子 什么都教了 其实那些东西 然后这个 就是刚才台长也说了 他这个布朗运动的论文 二十多页里面全部是运算 运算之外 里面的理论解释 不需要很多 但是运算 就是由开始 计算了二十多月出的结果 就是说一两件事而已 其实最后就是 我想呢 其实这就是为什么 那老师说他 喂 你可不可以 多一些原因 你可不可以 把这个图片讲大一点 就是你现在讲的 这个原子分子 你可不可以将它 再嘗試探討一下 调伸一下 讨论一下其他的问题 这样的样子 我想是要求这些 今时今日呢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说 比如说 现代人去写 就是学术论文呢 比起以往的要求更加高的是什么呢 那种对于误差的分析 能不能够和实验去做对应 此其一 另外就是说 对于在introduction那里 对于 和在最后的结论 和讨论环节那里 对于周围 现有现存的文献 又没有足够的 show到你足够的知识 和足够的回应呢 那其实又是另一部分来的 但是呢 在爱因斯坦那个年代的论文 很明显就不多的 这些东西 甚至乎夸张一点 楊振宁教授 他有些论文 是直接连参考目录都没有的 都不连出来的 就是他不需要参考这些东西 自己就可以想这些东西出来的 但是现在这样 你要做到这样的警戒 是有匪夷所思的 其实是 是的 我亦都看过一些 全世界最短的博士论文 原来他有份 原来安斯坦有份 是最短的 17页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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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时今日来说 起码要有些 就是 博士论文 最长的限制 就好像由基因格定下来的 三百多页 短的话 我当时就看了什麽科目 物理学可以短些的 我见到很多人百多二百余很正常 小弟那个就很惭愧 我那个就一百二不到的 但是这样都不得意 只能够说 当时有贵人相助 就高抬贵手 你搞了多少年 嘩 我就很不争气了 我先想想 我头头是没搞了六年多的 是的 是的 所以就 怎麽說好呢 就是 由陳志宏這個例子身上 你也看到 現今那個對於博士 那個訓練 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有很多呢 其實某些人都可以過六年 不是的 現在你 其實這個博士的 就是 的課程 是等人們可以遲些找工作的 基本上那個 其實原意到 希望那些人 在一個可以很專注的環境裡 有他的創建 有導師的栽培 這樣解的 就有一個時間去鎮辱 在一個學問裡面 成為一個專家 這樣 就是博士一點都不博的 就只是專攻在一個很尖的問題那裡 尤其是隨著現在的問題 越來越複雜 大家已經很少能夠 好像安斯坦那樣 用一個三爬兩撥 就能夠出到一個大創建 就有一些可以之後寫下去 課本的結果 這樣走出來 就很少有這樣的情況出現了 已經 但是 你再用同 就是再企圖用同一種方法 有個老師就這樣帶著 然後也都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一種很有系統 去訂立一個課程做訓練的時候 會不會就這樣 就可以再出多幾個安斯坦呢 就變得很壯彩了 是啊 我講講記錄先 John Nash 就是搞博奕倫那個 就是1950年24頁 嗯 數學論比較短的 是啊 有一個近年也很短 1992年13頁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搞什麼 因為根本看不明白那一篇 連題目也搞不明白 最壞的是什麼 1966年9月 拿了這個PhD的學位 這裡又要講一件事 有個江湖傳聞 現在我小時候聽了 多大學後來法國就不是真的 就是說Paul Dirac 就是一個英國的很著名的物理學家 迪拉克 就是怎樣著名呢 他應該是有份撞了在新聞紙的 好像是 我一次去提見到他那個 是啊 是啊 那就相傳說他那個惡事論文只有兩頁 但是這個不對的 相傳說只有兩頁 但是其實就 又不是這樣一回事的 其實就是 其實就多過剛才的數 因為剛才台長給了資料 就應該是準確一點的資料 是啊 但是他們寫得這麼短 通常他們花時間有多長 其實是這樣說的 可能尤其是如果對於安斯坦來說 其實未必很長 不過這樣說 你最後寫的那一刻 可以不是很長 但是中間你要在那個知識累積過程 你怎麼 因為沒有人去寫下過 你要真的去自己試過解釋過 試過很多次錯過很多次才行 我如果自己看回 就是用我自己的親身經驗 我自己看回我那堆色 另外我那時候最熟的時候再寫 可能十天八天什麼都寫得出來 但是我那時候偏偏就要用六年半時間 才搞清楚用來我這樣計才是最對的 因為在我寫下這堆色之前 我錯過起碼五六七十次 中間做漏了步驟 想錯了一件事 令到這裏不應該加了就加了 不應該減就減了 不應該差就差了 就是有了這堆東西 就是完全搞清楚所有東西 令到你閉上眼都知道哪一步 對哪一步錯的時候 你才可以有夠膽說自己寫的東西是真的 博士論文的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要求 不是在那個項目上是沒有人研究過的嗎? 這裏就是在說一個自己的創建 就是這樣的意思 它不是純粹將別人出現過的東西 做一個評論就算了 是要有自己的一件新的東西 是沒有人講過是你講過的 那你是要有這樣的東西 就是現在在說 就是有人就說 為什麼有些人還未公開發表過的東西 就可以被他博士畢業 那沒有 因為他的論文裡面 都被我們找到有獨立創建的成分 所以他值得畢業 那現在其實很多學校正在用這個準則 但是當你好的學校裡面 那些學生基本上都有發表過論文 這樣 其中一個你發表的論文 就是其中一個你說到 有獨立的創建公出於世的一個證據 其實在這個研究生裡面說 就是那個研究就是這個意思 你要根據一些你自己的學習 來去告訴別人 你能夠自己去發現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其實就是它的最基本的目的就是在這裡 就是換言之有原創性 但是這個世界有這麼多這個博士的人 學位的人 就是這個世界原來很多人都很有創建 那說真的 原創性要有多少才有原創性 沒有人去講過的 是的 你原創性到好像 那裡《荃安斯坦》二十多頁 原來二十多頁都是做正的 還是好像陳bit說那些這樣 那幾十頁裡面 只有一兩頁 就是真的叫做他們自己的東西 那你就吹不出來 陳bit說有些東西是自己的 那這樣就給他了 你沒說到什麼 你說完你真的拿到回來 是要努力的 是辛苦的 但是在同一個標準之下 你執行起來 都可以很良有不齊 其實就真的是 就是博士之間都很好博士 也很差博士 是啊 那就明白了 我很深深體會的 好了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星期再見 好 謝謝大家支持 下星期再見 不如麻煩大家記得按讚 分享 留言 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